中台海葵目前的最新动态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 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呢 就在台东的外海 但是在这一个 它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都让它的结构更加的扎实了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它掠过这个海面的时候 因为这边海温比较高一点 而且风切也比较小 所以让它边走边重整 现在来到我们台东外海的时候呢 结构就比较扎实了 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但是呢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呢 涵盖的范围呢 已经接触到花东的陆地了 所以现在在花东这边 应该都可以明显感受到 中台海葵所带来的一些 强风跟震雨 而且可以看到目前 它还是继续的 会朝西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每小时20转9公里 其实速度是非常的慢 就是因为它现在 进到了台湾之后呢 接下来来到台湾海峡 其实都让它没有导引气流 因此有可能在明天的时候 最后在这边有一些滞流的情况 所以影响台湾的时间也就拉长了 不过现在呢 它已经接触到花东的路面 所以也带来的雨势非常惊人 像是目前累积雨量呢 可以看到已经宜兰 还有花莲 有部分地区都已经来到了红色的图示 也就是像是在宜兰呢 目前最高的雨量 已经累积到158毫米了 甚至在花莲这里呢 也有113毫米 所以要提醒大家 目前在山区的土石含水量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像刚刚呢 在宜兰的台湾甲县 就有出现一些落石台湾的情况 要提醒大家 现在在山区 其实落石会非常的危险 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家中 所以现在气象局 也持续来发布了大豪雨特保 可以看到大豪雨红色的地区呢 就在宜花东的山区 而且呢 像是在双北地区 还有中部南部的山区 也都有大雨等级 所以要提醒大家 现在台湾慢慢慢慢的靠近 虽然它的中心还没有登陆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已经带来了一些强降雨 另外呢 就要看到风力的部分了 虽然稍早时候呢 在兰雨这边 已经有测到最强的风力 是来到了11级 但是呢 随着台风中心慢慢的靠近 降局预估呢 有可能在东部 这里呢 都会来到12到14级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海边的风力 其实非常的强劲 甚至在全台各地呢 都会有可能来到 使节强阵风 所以如果今天还是有一些 外出的行程的话呢 骑车 骑车或者是开车 都要特别小心 尤其有一些掉落物的话呢 其实都是非常的危险 但是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看这个中台海魁 为什么接下来会走得这么的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 就是属于在一个 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 旁边还有一个台风 红雁 但是呢 因为现在太平洋高压呢 有一点点被红烟所推挤到了 所以现在台风 海魁 它如果来登陆台湾之后呢 就会缺乏导引气流 因此才会让我们的时间 拉得这么 影响的时间 拉得这么长 而且可以看到 原本呢 各国的对它的路径 甚至说 有可能在台湾海峡 这边来个大回转 但是目前呢 前世路径呢 可以看到它从今天 大概在傍晚的时候呢 从台东这边来登陆 接着呢 预估要到了明天早上八点钟 它的中心才会出海 但是可以看到 接下来从周一 周二 周三呢 它都在台湾海峡这附近 因此呢 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真的放得非常慢 有可能呢 就在这边滞留 所以呢 预计到了下周 我们都还是受到它的影响 整个在大低压带的 环境范围当中呢 天气状况都是 非常的不稳定的 而且目前呢 各国对于它的路径预测呢 也都越来越收敛了 可以看到呢 大家都是认为 它接下来都是朝西北西的方向来走 就是在今天下半天 有可能会来登陆台湾的台东线 就附近了 而预计呢 未来几天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持续呢 都没有给它一个比较强劲的导引气流 所以可以看到因为这边还有一个红眼 未来几天呢 太平洋高压都是被它推的往西退一点点 所以呢 才会到了下周的时候呢 慢慢的移动 都在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得出来 中台海葵在我们台湾影响针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一点 回过头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呢 定量降雨预报呢 刚刚有说到了 花莲有可能是会有累积雨量 一天来到了300毫米 预计呢 从今天一直到了明天早上 其实像是在花莲还有台东的山区 甚至随着台风的移动来到了南部地区 都有可能是比较有一些强降雨出现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 务必留在家中就好 不要外出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现在呢 还是在年度大潮的期间 沿海的低洼地区呢 都要留意有海水刀罐的情况 像是在新北到台南 甚至在澎湖的青美 以及花莲成功 都要提醒大家 现在台风是慢慢慢慢地靠近了 预计下半天 尤其在下午的五点钟 就有可能从台东来登陆 打破了四年的魔咒 所以要提醒大家 现在这中台海葵 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扎实的 带来的风势跟雨量 都要特别留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